那么没有好 并不一定是代表他不好 医治在神的手中 我们不要一直常常跟神说 神一定要医治我 有时候没有医治 比被医治来得好 因为这是神要他命令这个时候 他有一些病在身上 免得遭受更大的苦难 请注意 这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 所以你不要经常 祖父一定要医治我 你知道吗 有时候像我胃最近 我常吃的一些东西都会反胃 我没有祝福祈祷你医治我 因为我如果不反胃的话 我常常喜欢吃太多 你知道吗 我现在吃 太喜欢吃了 还有像 我不知道 我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我们教会有一个家住在庙的后面 那么他一个孩子是秀斗的 他的先生是每天被压制的 然后他的大儿子是走在黑道的道路上 这怎么叫做教父回来的 那我就一直跟这个妈妈跟爸爸说 你这个房子的价钱也不错 你应该卖掉 然后去买一个公益住就可以了 他就不要 他觉得住这种房子很好 他没有听我的话 过了两年 他那个精神不好的孩子就猝死 我举手 有没有恐怖 那这个大儿子就离开了台湾 永远再不回来 两个老夫妇天天生病 我现在已经再跟他讲也没有用 因为走这么久的路了 他们生病也习惯了你知道吗 你听我 所以最好是不要尝试 你知道吗 不要尝试 你会问说 没说你住那个地方 马可楼是过去的浮沫区 你知道吗 马可楼是过去的浮沫区 那我住在那里 我都必须要神就提醒我 常常祷告 清安比较不怕 你知道吗 那我就会常常祷告 你知道吗 我求神来保守看顾所有的人 所以在一个区块的里面 看你的心态是什么 看你的心态是什么 如果你住在那个地方 他已经都挖空了 那个地方你只会在那里 我想相对也是 通过这个地方 相对提醒我们的基督 金球还有一个灵魂 这样 OK 好 来 现在再问我们一个问题 就要继续了 你有感觉你的祖先的 属性和行为 在你的生活中很坚明的人 两相亚旧 我们看看 OK OK 这很厉害 我们现在看不看 回去你再想看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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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我现在说我老子很开明的 我阿公是人的当工 现在先做什么 正在中午后对吧 我发现他都牢骨重担了 现在在那个厚势里面 他就感觉他越来越不爱做 他越来越不喜欢做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他要娶婆以前很轻做 娶婆后就怎么了 就不爱做了对吧 现在他不爱做这个领 我的兄哥的成功都发结 我跟你说 我二哥的行李希望你做 你知道吗 我二嫂你做 我三哥的行李希望你做 三嫂 我四哥的行李希望你做 四嫂 我的行李希望你做 我知道了 我天天为自己祷告 你知道吗 教会是神交给我的 不是交给我老婆的 你知道吗 我自己要 我自己要怕病 这个我就发现到 很清楚的看见这个东西 所以你必须要砍断这个东西 你知道吗 一定要砍断这个东西 你如果不砍断的话 就麻烦了 OK 好 希望说这些东西 对我们有什么帮助 你回去再请车 再看一次好不好 再复习一下的话 对你或多或少有一些帮助 请问我们这些东西 对你有帮助 请你来看看 OK 你如果 再来 你如果有 这个案子不必要 我现在有很多大 我没跟你说是怎样 你现在有问题 对吧 我跟你说 不是 我跟你说一个公事 你就有法度改管 所以我如果有机会 你如果有机会 你刚才有问题的人 我去自己做散开 你对我的生育兵 你就知道我怎么解决 你知道吗 慢慢的 因为一个案子 我只是讲一个大概 你来说 那怎么解决 那是真的要经验 要经验 要经验 有的时候需要敢他 有的时候需要安置他 你知道吗 有时候用爱要去爱他 这很可怕 我跟你说 这个灵界的东西 你必须本身对灵很敏锐 你才知道怎么去做 你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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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灵界的人 想说灵的时候 是灵界的生育 要是什么 大小小小小小 不一定是大小小小小小小小 你知道吗 我灵界的时候 我灵界的时候 我只要说这个件事 我开始灵界 我开始灵界 开始跟你说话我也听过 有了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咱们作语 我一听像那个云南话 现在还要灵界 你还不知道怎么说 开始说一句 有可怕吗 现在还要灵界的时候 说什么 说另外一种 还灵界多久 又变形 说台湾的 你知道吗 这是外星人 有可怕吗 这样 我才知道 原来他身上 不是只有一个鬼 有很多的 他身上是一个 很多灵界的集合体 也许一百一千都有可能 离开的 看神怎么动工 也许是大支的先跑 有小支的在那边跟你战斗 你知道吗 有可怜吗 有的是 大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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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最好你不要 你也不要去做这个工作 你知道吗 拜托 我最后给你提醒 你如果遇到 有异样 不要轻易动手 拜托一下 好不好 你动手之后我会更麻烦 你知道吗 真正我也会更麻烦 不然这关一关 我会变要关两三个 真的 其实是这样 所以我跟你们说过 那些孩子去奔 那些风云传统奔 奔去跟人家搭进口 你知道吗 出来后三四个孩子都跪伏了 对一堆 在对一堆 在温南山这个我的家在那里 在那里 一堆人都在那里 看不出 看的人 又在那里 在那里 蛇行 爪行都走出来 来之后 我才跟你们赶走 我才知道 不要轻易去做那一种 有时候你不应该做的工作 你知道吗 像这种工作我很少做 还是秘秘 我的意思是说 不要轻易做 要做的话 大家有几个人 在牧师或是 传道人 这专业的带领之下 去做会比较好 好不好 OK 我们来祷告 請你做一个祷告 好不好 請你做一个祷告 第一样 我希望你做一个祷告 这个祷告很重要 做一个祷告 求耶稣 祂的灵在你的里面 动奇妙的功 让你从今天开始 有时间去检查 你跟祖先生命的关系 你要去检查 看看这些祖先 他们的性格 他们的心理 他们的精神 他们的隐蔽 肉体的疾病 引起的搅扰 有没有在你的里面来发生 你跟神 圣灵说 圣灵光照我 让我从今天开始 可以看到这些问题 弟兄姊妹们 开始来祷告好不好 开口来祷告 我希望你如果知道问题的时候 你要解决最好的方法 是从神的话语着手 你要跟神说 神啊用你的话来接近我 用你的话来带领我 你的话是灵 是生命来充满我 让我的整个生命 都充满神的话 充满神的灵 让我在主的话的里面 成为新造的人 弟兄姊妹 我希望你开口来祷告 跟神祷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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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些婴儿的灵魂 在我们的家族当中 也求你释放这些弟兄姊妹 让他们从婴灵当中得到释放 也让这婴灵真的能够 住在永生的天堂 不断被祝福 被神的圣灵喂养 然后他们长大成熟 所以那也祝福着 我们要注意到环境的问题 所以一些环境的不洁的地方 主啊你就洁净他们 有魔鬼聚集的地方 主啊让我们避免 继续到这个地方去 主啊所以启示我们 带领我们 让我们住在一个安全圣洁的地方 神来求你看顾着我们 哈利路亚 我们现在要回家求你保守 引导让我们平安回到家 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跟隔壁的请安一下 愿主的平安跟我们同在 拜拜 谢谢大家